中国突然亮出一堆大杀器,美国以后可以杀器了,当今世界在比军事科技先进,中国在很多领域已经世界领先了,最近珠海航展的布展逐渐完成,中国的很多大杀器都亮相了,亮相后我们才发现,中国在军事科技领域,的确是在很多方面都开始领先美国。 我们先来个在中国网友眼里,都已经不算什么的歼10,歼10是中国航空工业自主研制的,全天候单发单作,多用图三代战斗机,就美国战机而言,它的对标对象是F16战机,然而看看我们的歼10战机,已经迭代到歼10柴了,官方对它的介绍是具有强大的体系协同作战, 强电子对抗环境下先进的超视距多目标攻击,多模式对地精确打击等能力,以及优良的中低空机动格斗,超音速飞行,短距起降,大作战半径,长航程及空中手游能力,这型战斗机还装备了,先进的综合化航空电子系统和武器系统,外挂武器能力强。 早期的歼10战机与当下的歼10产相比,身材更臃肿,机头更短小,座舱站的空间更大,机体的气动外形与现在的相比,已经接近换代了,这些变化说明什么? 一是说明机头里边的雷达等电子航电设备更加先进了,超视距发现超视距攻击能力更强,二是气动外形变化,说明机动性更好,短距起降性能更好,三是换了发动机性能更强,导弹性能也更好等。 如果说我们早期版本的歼10,与美军的F16相比还有差距的话,现在的歼10产战机肯定是超过F16战机的,无论是超视距攻击能力还是机动性能,都一定是超过F16战机的。 为啥我们的歼10产,一定超越了美军最新的F16战机,因为我一直在做包括气动外形,发动机和各种电子设备的升级,我们为啥气动外形变得那么快? 因为我们有比美国更先进的风洞,我们在不断优化我们的气动外形,这个速度比美国更快,另外我们会用最新的电子设备,对之前的电子设备进行替换。 我们的发动机也在快速迭代升级,我们的空空导弹本来就比美国更好,这么综合下来,歼10产肯定比美军的F16战机先进。 如果像歼10产这种战机只是开胃菜,那么像歼15这种弹射型的最新舰载机就是重气了。 歼15是中国研发的重型舰载战斗机,是一款弹射型舰载机,是航母编队的核心武器装备, 是中国海军航空兵的重要力量,也就是说歼15是专门为我们最新电子弹射,航母配置的重型舰载战斗机, 其性能对标的是美国的F15战斗机和超级大黄蜂战斗机。 美国这两款战斗机最大起飞重量都接近30吨,但中国的歼15最大起飞重量更大, 因为其机身更长,翼展更宽,美军F15战机没有舰载型,其大黄蜂舰载机的作战半径只有700公里, 歼15战机作战半径接近2000公里,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歼15T战机的作战能力, 比美军大黄蜂战机战力更强。 中国航母比美军航母打得更远,如果说歼15是大杀器,那中国最新亮相的歼35战机, 就是和歼20一个级别的战机了,中型隐形战机歼35,虽然不如歼20重型隐形歼机机那么炸裂, 但放在舰载机行列,那绝对是全球领先的行列。 在这个世界上,此前只有美国一款舰载机隐形战机F35, 但相比F35战机,中国的歼35战机性能则更加优越, 一方面歼35战机是双发战机,超音速巡航能力肯定更强, 机动性也更强,安全性更高。 另一方面由于歼35是双发战机,其起飞重量更大, 那么它能搭载的电子设备也更多,更先进, 再考虑到歼35的后发优势,这就意味着中国的歼35舰载机, 比美国的F35舰载机更加先进。 考虑到歼35战机,适合歼35搭配使用的空游战机, 只用于争夺制空权,这就意味着F35这个多用途战机, 在很多性能上必然不如歼35, 一边是歼35争夺制空权, 一边是争夺制空权后, 歼15的作战性能和打击能力。 中国新一代航母在作战性能上, 一下子就能压美国航母一头。 谈这些战机如果觉得平常, 咱们再看无人机, 珠海航展上, 五国展出了两款彩虹系列无人机, 分别是彩虹7和彩虹9, 彩虹7无人机, 看一眼你就会觉得魔幻。 官方对彩虹7的介绍, 是基于先进的启动, 隐身和控制技术研制的高空亚音速无人机, 其翼展超过27米, 能有效压缩敌方雷达的探测距离。 彩虹7无人机可在高对抗作战环境中执行侦查, 情报获取以及为远距离武器打击, 提供目标指示等任务。 这就是一款大型高空亚音速隐形无人机, 可以进行侦查, 情报获取, 也可以进行远距离的武器提供目标指示, 还可以进行查打一体, 除了导弹精确制导炸弹以外, 还有自杀式无人机, 以及进行地标引导的无人机, 就这种武器, 美国有吗? 这种无人机看到敌人能打就打, 不能打往回传递侦查信号, 咱们进行远程打击的时候, 立刻又能做打击引导, 这种武器打击敌人, 敌人怎么防, 一般雷达, 你都发现不了这种无人机, 所以这种武器是专门打强国的武器, 对付一般国家这种武器都用不上, 大家都知道美国的死神无人机吧, 这种无人机美国卖给印度超过一亿美元一架, 然而中国刚刚在珠海航展展出的彩虹9无人机, 却比它性能强大得多, 根据外媒曝光的卫星图像, 以及展出的彩虹9无人机, 可以推算出其一展竟然超过25米, 这比已经曝光的无真7无人侦查机一展22.8米, 和翼龙三查打一体无人机的24米一展还大, 其中翼龙三无人机的起飞重量超过6.2吨, 最大挂载高达2.3吨, 最大航程高达1万公里, 彩虹9无人机只能更强, 起飞重量和挂载都更高, 那么美国死神无人机起飞重量才4.7吨, 只能再喝1.4吨弹药, 彩虹9比其他无人机更狠的一点是, 它能挂载超高音速武器, 大无人机挂载超高音速武器, 真的是不让人活了, 而且航程上万公里, 这玩意远程打击简直无几, 这岂是美国死神无人机, 可以相提并论的,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, 中国军事科技发展到现在, 在很多领域开始和美国不一个段位了, 之前的055型驱逐舰, 其性能明显比美国军舰至少高一代, 现在战机, 无人机比美军服役的战机段位都要高, 你还能说中国军事装备这不行那不行, 珠海航展上还披露了中国最新防空武器红极19, 红极19的很多先进的性能咱就不说了, 咱就看官方的一些介绍, 就知道这又是美国比不了的武器, 中国既有毛又有钝, 红极19特别强调是可以在大气层内, 对抗高超音速导弹, 就这个能力就比美国萨德强大得多, 高超音速导弹我们都可以拦截, 更别说你们不高超音速的导弹了, 所以有了这玩意, 意味着高超音速导弹, 弹道导弹都可以被拦截, 美国没有高超音速的毛, 更没有高超音速的盾, 中国现在都有美国的弹道导弹, 中国也可以拦截, 你说强大不强大, 至于说类似传说中的南天门计划, 那种科幻外形的战机, 外国人你可以当作是模型, 也可以当作是真的, 反正让你看, 你觉得有就有, 你觉得没有就没有, 反正我有没有都无所谓, 因为你根本想都想不到。